同桌100 同桌100 祝你考试100 满意100 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 让我们一起上课吧! 好,上课! 请! 老师好! 同学们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幅主体图 请你读一读上面主体图上告诉我们大家的信息 好,现在开始! 读完了! 好,通过刚才大家读信息 你知道了什么呢? 傅仲恒 我知道了,华光小学约有2200名学生 全国小学生人数约1亿3000万 北京市人口约1400万 全国人口约总数约13亿 小明道身高约140厘米 胡夫金字塔高约147米 南京长江大桥长约1800米 6800米 嗯,好,那现在呀 我们观察上面的这刚才读的这些信息 你又发现了什么? 王依林 我发现这上面的数都是近似数 都是近似数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什么呀 近似数 球 你从哪儿可以看出来知道这些数都是近似数啊? 你还说 因为他们前面都带着个约字 对,都不是准确的数 这就是近似数 那现在呀 你能从生活当中找到近似数吗? 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 张一浩 中国国土面底约960万平方千米 嗯,好 会学会用 好,刘哲你来说 我们的课说长约 长约 二十 二十 二十一米 不是,那个 宽约五十一米 嗯,好 王依林 一本书约九千字 好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有些是不需要用准确数表达的 为了方便 我们就可以用近似数来表示 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填一填,说一说 谁来给大家把这句话读一下 傅仲恒 有四 有四手五入法 可以得到一个数的近似数 嗯,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用什么方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呢 宋玥 今天我们用一个 我们用四手五入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好,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上面的信息 谁来给大家读一下 陈修 某市在校学生今年供值数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四个 那四手五入到十位 约是 多好 参谋 四手五入到十位约是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个 好 那现在四手五入到十位的时候 我们关键要看哪一位 张一号 四手五入到十位 我们关键要看要看个位 那你从个位上看出来什么吗 你还接着说 如果个位那个数小于五 那就要把这个数舍去 如果个位的数大于五 那就要近一 那结合这道题谁来说一说 用四手五入法 四手五入到十位 关键要看的是 个位 那我们大家看个位上是几 四 那个位上是四要拔四怎么样 舍去 舍去我们就得到的这个数是多少 十十万八千二百六十 好 那接下来谁来拔下边的这句话 再来读一遍 来读一遍 宋月 四手五入到百位 约 呃 约十十四万八千三百 颗 好 那现在谁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金丝数是怎么得到的呢 牛哲 四手五入到百位 要看十位 十位是六 要向前一位 进一 所以就是 呃 四手五入到百位 约 十四万八千三百颗 嗯 说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好 那现在呀 我们大家就结合刚才这两道题 四手五入到十位 约 是这么多颗 四手五入到百位 约是十四万八千三百颗 把这个 他们的方法 自己来说一遍 四手五入到十位 关键要看什么位 他的个位上是级 该怎么样 像牛哲那样 把这两道题来说一遍 好 现在开始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看下一道 四十五入到千位 那应该约是多少颗呢 那四十五入到万位 约是多少颗 把它写在本子上 不用抄题直接写 约是多少颗就可以了 好写完了同学 你自己说一说 四十五入到千位 看哪一位结合具体的数 来说一说 约是多少颗 你是怎么得到的 放开声音 开始说 四十五入到千位 出十四的一位 第一个是三十三的一位 三十四的一位 四十五入到千位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好 那谁来汇报一下 四十五入到千位 约是多少颗 蔡文博 四十五入到千位 约是十四万八千颗 同意吗 同意 来说说你怎么得到这个数的 要一起 四十五入到千位 要看百位 百位是三 小于四 要舍去 所以得到十四万八千颗 好 牛哲你要说什么 不被三国纠正 百位上的数应该是二十三 听得非常准 会倾听的孩子 好 请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 四十五入到万位 陈肖 四十五入到万位 约是十五万颗 十五万颗 那现在同学们看 约是多少颗 十五万颗 是这样吗 十五万颗 好 是这样写的 请几手 手放下 那你能说说你怎么得到的吗 四十五入到万位 要看千位 千位是八 要入一位 所以就是约十五万颗 好 那刚才呀 我们要把这个某市在校学生 金年贡值数的这些颗数 给他 按不同的要求 得到了他的金丝数 那我们大家回忆一下 四十五入到十位 关键要看哪一位 那四十五入到百位 关键要看十位 四十五入到千位 关键要看百位 四十五入到万位 关键要看千位 那不管是四十五入到十位也好 百位千位万位也好 都要看他的什么呀 下一位 是蛇还是乳 如果说他小于四的话 就应该给他怎么样 舍弃 大于或者是等于五 就往前 入 对 好 那今天我们大家用 四十五入的方法 来求一个数的金丝数 那用四十五入的方法 求一个数的金丝数的方法 是什么呀 和你的同桌讨论一下 全新猪猪的方法 全新猪猪的方法 是新猪猪的方法 很像三十二一 最大层的方法 然后再做婚伴 来 书客 是什么呀 我们的下一个 是什么 如果大于四的话 就是哪一次的方法 就像他认为 上一位 要 不然是 就像下一位 金丝 如果 如果是小的 小的 我把这个 好 谁来给大家说一说 通过大家讨论谁来说 你来 张宇浩 一 先分级 二 看书的 看书的下一位 是史韩志入 如果是 比五小的数就要舍弃 或是等于五或大于五的数就要入 好 有补充的吗 应该 我给张宇浩补充 应该是 看看精确到几位 然后在 在这 在精确这个数的 后 前一位 看看是舍还是入 好 请坐 那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体德 优质 是四舍五入到十位 还是百位 千位 还是万位 如果精确到十位的话 刚才我们说了 四舍五入到十位 就看他的 各位 用概括性的一句话就说 首先要看清 他四舍五入到 哪一位 就看他的下一位 决定是舍还是入 也就是用四舍五入法就可以了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刚才同学们总结的方法 来 齐读一遍 取近四直 预备 开始 取近四直 精确到某一位时 只要看他后一位 要四舍五入就可以了 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理解 对 就像我们刚才大家的 做题一样 通过刚才做题 我们大家可以体验到 四舍五入到十位 我就看 各位 是吧 各位可以 是舍 还是入 就是我们大家采用的 四舍五入的方法 那接下来 如果说像刚才 我们大家是按照要求 四舍五入 十位 百位 千位 万位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 148264 刚才我们大家都是一个 做单位的 得到了他的金丝数 那如果我要把 148264 给他1万做单位的话 你说这个数应该 约等于多少 应该约等于十万 应该约等于十万 你同意他说的吗 不同意也同意 到底应该约等于多少呢 1万做单位 你来说 应该是约等于十五万 十五万 谁同意张云浩说的 好 手放下 约等于十五万 那你告诉他 你怎么知道 是约等于十五万的呢 你来 1万做单位的 就要看 万后边的第一位 万后边的那一位数 万后边的那一位是什么位 就要看千位 千位 如果千位是 千位上是几 如果千位上是 千位上是八 就要向前一位入一 我得到就是十五万 十五万 听明白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1万做单位 要看什么呀 千位 千位上是八 就应该向前一位 几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十五万 刚才是以什么做单位的呀 个 对 个 这个是以万做单位的 这个符号 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什么号呢 约等号 啊 约等号 对 那读做什么呢 约等号 读做什么呀 约等于 约等于 对 好 一起来吧 这道题七度一遍 十四万 一备开始 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四 约等于十五万 好 所以我们大家做题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清 它是以什么做单位的 它又是应该精确到哪一位 继续往下看它的下一位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样一道练习题 谁来把这个题的要求给大家读一下 能看清吗 能 能看清 牛者 你来读 一 下面位 二零零一 下表 下表位 下表位 二零零一年我国部分省市的造理面积统计表 把表中的数据四舍五入到万位 好 请坐 那四舍五入到万位的话 那我们大家应该看它的哪一位 千位 千位 来看省市 首先来看北英造理面积 是多好啊 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七 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七 那四舍五入到万位得到的是多好 三万 三万 这个三万是怎么得到的呀 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周六桥 首先他这上面说的是四舍五入到万位 所以说也就是 所以也就是要看千位 千位上是一 一小于四 所以说要把这位舍去 求出来的近四数也就是三万 把后面的数舍去 是吧 好得到的是三万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边的省市 河北 黑龙江 陕西 贵州 四舍五入到万位 他们的造理面积该是多少啊 请你写在本子上 请你写在本子上 能看清上面的树吗 来 要谁能看清 来读一下 来 这条声音大一点 来按顺序来读了 你看准了啊 河北的造立面积是 三十五万六千零七十一 嗯 黑龙江的造立面积 多慢一点啊 黑龙江的造立面积是 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八 你可以先把数写上 继续 辖西的造立面积 陕西 陕西的造立面积是 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二 贵州的造立面积是 二十四万零六百九十二 嗯 好 看不清的同学都写上了吗 写上了 好 那接着写吧 好 写完的同学检查一下 也可以放开声音 说一说你是怎么得到 四十五入到万位 你是怎么得到多少万的 放开声音 可以说你的方法 开始吧 三十五万 一千九十一 一万六千 六千十一 三十二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五百六百七十二 三十六百 二十二十二 五百六十八 二十五百六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看清会 十二十二 三十五百七十二 三十五 Eink 五千二十二 好,停,谁来说一下,谁来说一下第一道题? 来,王毅玲 三十五万六千零七十一,约等于三十六万 好,反应,回应,接着继续 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八,约等于二十一万 对 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二,约等于四十四万 对 好,牛哲,你来说,最后一道题 二十四万零六百九十二,约等于二十四万 说说,你怎么得到是二十四万的? 因为精确到万位要看签,签位签位上是零,所以要舍去 所以二十四万零六百九十二,约等于二十四万 同意他说的吗? 同意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道题谁来读要求? 张宇 好,这些数大家能,这些字大家能看清吗? 能 来,叫大家来,谁来能看清的,把这些要求和这些数读一下 牛哲,你来说吧 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四舍五入到十位,四舍五入到百位,四舍五入到千位,四舍五入到万位 下边光读数就行了 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七和三万零一,一百六十八 好,大家能看清了吧 好,请你按要求,横着写 先写第一个数,按要求,按顺序的写,开始吧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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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以什么做单位的呀 一个做单位的 按要求45入到10位 这有个零 这应该是一个 45入到10位应该看什么呀 个位是吧 个位上三舍去 2576 25760 这都做了啊 老板喂了吧 那你就看他的什么呀 10位10位入入入三舍 一道题一道题一道题的做了呀 可以接着做也行 哪是第一道题 2500 这样的 好 你自己知道也哦 你写的非常明确 检查一下啊 看清体的要求 有同学已经写完了 检查一下你写的 位置 有特别人写的 有特别人写的 不过 对 你写的 有特别人写的 无论 你写的 有特别人写的 我写的 写完了吗 写完了 好 那谁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25763 四手五入到十位 按顺序说就可以了 好 陈佑你来 25763 四手五入到十位是 25760 对吗 继续往后说 四手五入到百位 是25800 对 四手五入到千位 是26000 对 四手五入到万位 是三万 对 对 29957 四手五入到各位 四手五入到十位 是29960 对 四手五入到百位 是三万 对 对 四手五入到千位 是三万 对 四手五入到万位 也是三万 对 三万零一百六十八 四手五入到十位 是三万零一百七十 四手五入到百位 是三万零二百 对 四手五入到千位 是三万 对 四手五入到万位 也是三万 对 好 是这样的 请举手 手放下 那现在我们大家 按要求填出这些数的金丝数 说一说 你发现了什么 可以给你的同桌讨论一下 开始吧 可以放开声音 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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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手五入到万位 四手五入到万位 我发现 这三个数 四手五入到万位 四手五入到万位的时候 它的数是一样的 对吧 好 不同的数 它四手五入到万位的时候 得到的数是怎么样啊 相同的 那谁还有不同的发现 张一浩 我发现 它是都是以各做万位的 嗯 是啊 还有吗 福州恒 我发现 在三万留 一百六十八这个数 在四手五入法 到千位 和到万位的时候 它 它的 它改写的数 都是一样的 好 请坐 呃 今天这节课 我们大家一起来 学习了什么内容啊 求填四数 那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你 学会了什么 你来说 我学会了怎样 怎样 把 我学会了怎样 求 好 你坐下想想 你来说 呃 呃 这节 这节课我们学会了 怎样求一个数的 它的近似数 嗯 那这节课我们 怎样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呀 大家一起来说 四手五入法 四手五入法 求出一个数的 近似数 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